就是我最近有注意到生活中有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什么事情 微小的改变 做了之后就发现生活品质大幅的提升 首先我正式宣布 我发现了iPhone真正的使用方式 就是用iPhone 90%的人都是装着手机壳的吧 不然呢 不然掉到地上怎么办 对 我以前是这样想 好几万块 我现在iPhone就是逻辑 因为我的手机壳之前坏掉 索性干脆我就用逻辑 用逻辑之后发现生活品质的提升 真的不是一步两步 整个飞天 裸机的手感真的是美好事物的体验 直一般的飞跃 你摸到的东西 你摸自己的脚跟摸婴儿的脚那种差异吗 不太一样 是你摸婴儿的脚跟摸到一双出自烂造的袜子的差异 你知道吗 润哲的玻璃界面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用裸机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支iPhone 11的故事 买来之后呢 刚拿到的时候觉得 哇靠 这个手感太爽了 所以我就搜手机壳 我这样子裸机摸了两天 之后呢就是我上车手机滑手机嘛 结束了之后我站起来 站起来要洗手嘛 我有一个习惯动作 就是我会把手机放在那个马桶的水箱上 因为它的机身就是很滑溜嘛 它就稍微往后滑一点点 然后就从那个马桶的水箱 跟墙壁这种的缝隙就掉下去 对 你是不是买没多久就送修了啊 对啊 三天啊 他都会问你说你要原厂还是副厂 就三天耶 就三天就变副厂 太悲伤了吧 所以就是换原厂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大概花了6000块还是8000块吧 直接从两万八变三万四 对 买完房子之后捷运直接经过 换完之后 认证愤愤的装手机壳 确实手机就没有再摔破了 但是就是这一两年来 就一直握着那个廉价的手机壳 我发现有一个心态的转变 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的使用iPhone的新法 首先你要有一个观念 只要iPhone出来我就要换 最好是有办法 这是一个观念 不一定真的要做 所以iPhone 12一出来 我就打算换iPhone 12了 但是我又不是个浪费的人 所以iPhone 11坏了 我就马上去换iPhone 12 我已经决定要换了 但是我要等我现在手机坏 这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用逻辑了 此时此刻 iPhone 11的试用期就算过了 真正的可以开始使用iPhone 11了 全方位的体验 那如果万一你撑太久怎么办 一直撑着没有坏掉 然后iPhone 12过去半年 iPhone 13要出了 还没出 才要半个月 那你的手机 是不是要装坏手机客 我想一下 我没有考虑这么撑住 等一下 我想一下 不行 不行 你还是要换 没有你那个时候还坏 你现在如果坏了 你就只能换那个旧的iPhone 12 但是你过两个月又要有13了 这样子就是你iPhone 12的试用期变短了 这套逻辑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 就是你第一只iPhone 换第一只iPhone的时候 就一定要一直包着 包到第二只iPhone出 然后才能解开它的封印 你这个心法建立之后 你摔了你就不会觉得心痛 像我刚换这只手机的时候 我不是说前面逻辑三天吗 每天在那边戒身恐惧 放桌上都要轻轻放 都要轻轻放 深怕它刮伤干嘛有的没的 我现在用这种很坦然的心态去面对 心怀放开之后 坦坦荡荡 谢谢你